进中发门 修学的三个基本的要素 性 运行 三字两 华音大论里头 更说得好 性为道运功德母 张扬一切诸善根 儒家家人无心则不利了 没有办法立足于社会 古今中外的大声大言 都重许 欧业大使讲的好啊 求生西方监督 第一个因素 就是性恋 有意 真正有幸有愿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 平位高下了 那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你的功夫深 你平位高 你功夫前 你平位低 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心愿啊 深一心 且愿啊 被约的世界法 不再有意丝毫 愿望 只有一个愿望 求生建筑 亲近阿弥陀佛 这叫契约 欠 确实有西方建筑 确实有阿弥陀佛 借引社方念佛的众生 信自己 有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祝佛如来 大慈大悲 赐给我们 尽责法门 满足我们这个希求啊 希望在一生当中 快速的圆满 无上不体 我们今天 有没有建立信心 对阿弥陀佛相信 对尽宗经论相信 能不能成就呢 未必 为什么 你的心不低 你的心呢 还会被社会 一切人事无影响 你就不能成就啊 这是我们菩提道上 最严重的一个障碍 母障 让你丧失信心 信心 丧失了 运力就脆弱了 所以 所以常常改修 其他法门 这叫乱修 杂禁 他怎么会成就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事出世间 有成就的人 你只要仔细去观察 他为什么能成就 信心 他的信心越坚定 信心越不动摇 越不受外界的影响 这个人 这个人成就越大 确定与信心 成正比例 我们今天修学 功夫不得力 说个老实话 根本的原因 实在信心不足 不但进土宗 把这个信 摆在第一位 信愿行三次量 一切大小成佛法 都是把信 拍在地 华言经 大制度论上 都说 信为道言功德 道是修行正果 根源就是信 祝福菩萨 无量无边的功德 都从信心里面生出来 所以称之为 功德之末末 末生能生的意思 这个道理 我们要清楚 事实真相 要了解 为什么 过去 祝福菩萨 修行正果了 成就 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 不得力 这真正的因素 信心没有解释 所以 信愿行 是静宗 修行的三个 基本条件 缺一不可 我们信了之后 要求祭 但是解跟行 不能分离 如果有解无行 你解的程度 不会很深 必须要以行来帮助解 以解来帮助行 解行相应 解于行相复相成 才能够深入 境界 我们要问 我们今天修行 为什么会推转 说实在话 为什么自己功力 这样的薄弱 外 敌不过诱惑 内 敌不过习气烦恼 原因在哪里 你念的那个怨太小了 所以起不了作用 怨太小 怨心不切 那个怨是很会动摇的 遇到渐渐 怨就退转了 这怎么行 我们看看 祖师大德 祖佛菩萨那个怨 坚定不易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他有成就 怨呢 他有努力的方向 他有努力的目标 不达到目标 绝不罢休 你要发愿 帮助一些众生 为一些众生服务 你要成就你自己的 学问的性感 佛菩萨教给我们 要发大怨心 这个大怨心呢 能超过夜里 你像这个华炎金 普贤菩萨 心愿品 里面讲的 你要是真实 发这个 十种大怨 这个师大怨王 临终的时候 怨力 导引你 就到西方世界去 把自己 业力的身呢 转变成 业力身 重要啊 我们要会转变 业力身不自在 使过去今生 所造的业力 被业力牵制走 自己做不了主啊 愿力超过业力 就是成愿再来了 那你就得 佛菩萨神力加持了 为什么呢 跟祝福菩萨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自自然然 赶得了 不要去求啊 这个法门 虽然 说容易 说简单 但是 静愿 一定要去做 前面所讲 自己的力量 是信念 你那套的力量 是决言 我们有非常 清净的信心 有强烈的愿望 往生 极乐世界 就是 身心 切愿 这个信念的力量 一定要 超过 念 那你就决定 华生 那你就决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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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